Hello 大家好 那这一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下Pen Gesture Reconclizer 就是我们的评仪 那么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这种玩法 我们还是来新建一个项目 从项目中来进行学习 Pen Gesture 好 我们还是照旧 拖一个UI View 上来 这一块我当然可以去看它了 给它设置一个颜色 绿色 处理一下它的大小 好 给它设置一个居中 水平居中 OK 然后同样的我们给它一个Outlet 让它是一个Green View 也同样的 我们拖一个手势识别器上来 Pen Gesture 在这里 跟它相关联 然后我们设置手势识别器的这个属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有哪些属性 一个是Touch 这个就是什么呢 叫Minimal 就是我们的最小的这样一个触摸点 那我们一看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点 对吧 也就是最小支持一个手指 那么最大呢 这里好像没有做额外的限制 如果我们愿意 我们也可以做一下限制 比方说两个手指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属性 那么我们在平移的过程中 它还会有哪些属性呢 一定就是跟平移位置相关的 和平移速率相关的 对不对 那待会我们也来看一下 好 然后来看一下Connection 然后OK 这跟View已经建立起来了 那么我们来给它一个Select Action 来响应事件 Pen Gesture Done OK 好 我还是习惯直接看代码 那这样子我们就直接在这来做 我们就来实现一个小功能 就是当手指移动的时候 我们的GreenView跟着一起来移动 那让GreenView来进行移动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学过了 是不是就是用它的Transform动画 对不对 好 那看起来也非常简单 那GreenView.Transform等于CG MakeTranslation 就用这个就可以了 望X轴移多少 望Y轴移多少 那现在我们无非就是要去得到 X轴和Y轴的这样一个多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的手势识别器 它能识别出来吗 我们来看一下 哦 这直接就有一个这个数据 叫Translation in View 那也就是说在视图中的这样一个移动情况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相对哪个视图的一个移动情况呢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绿色的这个地方 我拿手指在移动 它相对它原来位置的移动和相对我们的上面这个视图的移动 就是跟视图的移动是不是一样的呀 所以这个就无所谓啊 那我就直接用那个 我直接用GreenView就行了 好 相对它本身的一个移动 那么我们给它定义两个变量 一个是TransX等于它.X 一个是TransY等于它.Y 好 那这两个得到了 当然我们看可能还会 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些速率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什么呢 叫Velocity in View 就是在这个速率是怎么样子 在我们这个视图里面的速率 那这里我们就不用去管这个速率 所以我们就不管它了啊 就Velocity速度 它的移动速度我们并不care 好 那下面我是不是就把X和Y传进来就行了 它的相对位移的这样一个位置 好 这是Y 好 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效果 我们来点击一下移动它 大家看是不是就实现了我们想要的这个平移的这个效果 对吧 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用多个手指来一起给它平移啊 对吧 大家可以看 我用多个手指还是可以的 但你用三个手指可能就不行了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 其实我们的这个手势识别器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它的玩法都是大同小异 所以大家掌握一下 那特别提醒一下关于动态怎么样去实现 我之前第一课给大家演练过 所以我不会每一课都去给大家讲动态编板方式 但大家一定要会啊 好 那这一刻我们就讲到这里 加勇 这 给我们用盆